老师是不是爱在一起 我看一下 二十二节来 二十二节 哦issued 讲一下issued和那个exempt ok good good issued and order issued issued这个字非常好用 这个字就是说 比如说你现在 尤其是公家单位 公家单位的这个 分两个来讲 这个地方的issued是做动词用 这个地方的是用动词用 所以这个地方的动词 指的就是说 他颁布了一个什么事情 发表了一个什么事情 ok这个叫issued ok他发出了一个什么通告 比如说政府发一个什么通告 发送一个什么文书 一个文件或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都叫issued 都叫issued ok好有没有问题 发出来 那这个大部分都是有权柄的人 像我这样的人不用issued了 ok 比如说现在政府给他发了一个 发了一个奖状 可以用issued 现在这个驾驶之照已经发出来了 可以用issued 一种新的证件 新的身份证 可以用issued ok发出来了 那么有一个公文告示出来了 从这个2023年开始 我们的税务有什么规定 有什么东西 这个可以用issued ok政府政府这个颁布了一个什么东西 公布了一个什么东西 发布了一个什么东西 通常指的都是一种文件 一种证件 一种有影响力的 或什么事情叫issued ok issued and order 如果他说issued and order的话 这个是这个动词应该是什么意思 order是什么 命令 那绝对是有权柄的人 是不是 绝对是上对象 ok 绝对是上对象 不是我们这种人的这种东西 所以呢 这个是正式的文书 他发布了一个命令 叫issued and order ok 如果这个字用名词的话 有没有听过 issued是个名词 是不是问题的意思 ok 问题通常是怎么样 这个事情值得探讨 这个事情 我有什么问题 ok 比如说 I hey let's talk 我们一起来说说话 我有事情找你 I have an issue to your idea 比如说idea 好了 to your to your to your work I have an issue 我有一个issue 对你的工作 有一个issue 这个issue是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 这个通常是我有意见 ok 我觉得这是个问题 我得跟你说说话 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要来赞美你的 ok I have an issue ok 我对这件事情 我很有意见 我觉得这是不应该这样做 issue 我对于现代年轻人 奉养父母这件事情 我很有意见 意思就是说 他讲issue的话 就表示这个人 他的意见不寻常 不同于一般的人 所以他说 I have an issue to什么事情 I have an issue ok 所以issue在这个地方 名词是可以这样用的 ok issue指的是 他的意见与别人不同的时候 ok 不见得是很大很大的 问题 但是他想要发表点意见 跟你们不同的意见 这样子叫issue 或者是有的时候 就是他反对这个事情 我是很反对 你们造这条高速公路的 又贵又怎么样 怎么样 I have an issue ok 你问别人也可以说 嘿 怎么样 我刚刚才发表这个 这个企划案 你看你满脸 这个很不屑的表情 Do you have an issue against me 你觉得你要反对我吗 你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意见 你是反对我吗 不赞成我的意见 是吗 you have an issue against me ok 怎么样 不同意是吧 不同意我的意思 是吗 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意见 你说出来吧 就这个意思 issue 好 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issue可以用在这些地方 我们在刚刚的这个 圣经的经文里面是讲 issue and order 他颁布了一个命令 issue and order 因为他是有权贵的人 有权柄的人 所以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issue and order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